好,我给西班牙语的同学们准备一个非常好的礼物 我会给大家准备这样一个冥想的图片 我们通常会在DCI当中使用 我从来都没有完全教完过 我教了大概两到三条,然后就结束了 所以我想要为我们特别酷的拉丁美洲的团体们 然后我们来看看今天晚上能不能教完所有的 in shala, oh mani pe mi in shala sara la 那我就在一辈子只做了一次 就比如说,他之前是LMB的总监 我翻译了整个的这个图 所以我在今天晚上之后会给大家整个这个翻译 所以我们首先来去看在这幅图的两侧的一些说明 然后我们在中间的每一个在一个一个的过 好,人脑,人脑,你的Dabgyu这样的一个藏文是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说上师师徒讲得很快 我们试图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讲完很大的一个话题 我们对于这个有时间限制吗? 9.30 2个小时,我可以做得到 好,这个只是一个中等的赛嘛 好 我把这个图上面做了一个标记 有数字的标记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 在这里有小的一,小的二 那这些原本不在那里的是我把它放在这儿的 所以我看上去把这个弄得像是这样的一个雕刻 就比如说在这里,这里有小的一 然后那里有三,那里有四 那也许你觉得很奇怪,也很怀疑 你为什么这个数字不是藏门的数字呢? 因为我不想要去破坏这种像有一种木刻的感受 这种感觉 所以这两侧在说的是什么呢? 这幅图呢,我之前说过是由池江仁波切所设计的 他是现在的达来喇嘛的老师 他是派本卡仁波切的学生 他写了最著名的菩提道次第 就是我们在这个禁宿影当中学习的 我们会花25年的时间再去学习这本书 在巴黎,是3月20号,在巴黎岛 那里的沙滩,远比巴西的沙滩要更好 他也是我的老师的心师 我觉得他是最棒的,在藏文历史上写的最棒的一位作者 他的写作的技巧,在那个道次第这本书当中 他可能是最后的一个藏文的历史上最纯洁的藏文的语言写得最好的一本书 好,我就跟大家读一下这两册写的东西 他说,所有的精神的特质全部都是来源于冥想 我没有办法给到你们讲清楚所有冥想的好处 但是任何的精神上的特质,或者说你带着你所有的 你能够有到非常纯净的专注的心态能够做到的这些精神的练习是有着非常大的业力的 所以我们通常就觉得说冥想啊,就是应该早晨做啊,或者说是像这样 但是他现在是讲的,就是说能够去专注你的意识的这种能力 他说,任何你能够做到的,比如说你给这种穷人钱,或者说是在不同的地方 或者说是你在教学生孩子们怎么样去吃食物,怎么样去做瑜伽,像这样类型的事情 他说的是呢,就是说如果说你冥想的话,在早晨冥想的话,那么你的业力会更高 因为你的意识的状态是非常美的 首先他说呢,试着去找这样的这种六种环境,我们六种条件 我们讲到的对于冥想有好处的这六种条件 然后他说到说,试着去学习冥想的五个问题 还有八个解决方案 大家已经学了很长时间之前就学过了,今天早晨 但是大家已经忘记了,我知道你们忘了 他说,这些五个问题,八个解决方法 今天早晨我们教给这些俄语的黄金俱乐部成员们上了课 如果说,你想知道他们是来自于哪里的 他们是来自于弥勒的 他们是来自于弥勒的 他在这里提到,UTA NAM JAS 这个藏文 它是指的,怎么样能够去将两个偏执件 从分开走到中道 所以大家学到了这些主题,怎么样去 可能会丢掉你的冥想对境 这些昏沉,还有焦灼的意识 还有,当你的烟雾探测器没有办法去想的话,你要怎么办 我们最后一个是什么? 零美金,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 最后一个是什么? 大家要带着纽约口音去说的 这是纽约口音吗? 你必须得要去把你的嘴巴歪成这样的 如果没坏的话,就不要去修 很好 如果说冥想很好的话,那么就不要去用你的烟雾探测器 那把你烟雾探测器的这个电池拿掉 然后他又提到解决方法 对于这个冥想的好处要有很强的信心和信念 他提到神掌 他指的是说,如果说你在冥想中做得非常好的话 那么就感觉到说有人在给你一个很好的按摩一样 我听到了就是说,在瑜伽也是同样的,但是我自己没有体验过 如果说你做很多的话,你就会感觉到很好 我不知道,但是他们是这样说的 去跟J.B.去聊聊 还有Anaton 聊聊 好,然后他提到这个Tempa 是指的这个牛仔的这个套绳 怎么样把你的意识带回来,带到你的冥想对境上 我们再过一遍这个,我们会在这幅图当中一点一点过 所以我在这里不去重复 那么我们有在冥想当中会经历这九个意识的阶段 大家学过这个,很久之前学过这个 今天早晨很早的 那我猜想大家大部分的人都在睡觉了 之后呢,我们没有提到,但是我们明天会提到 就是说六种专注 然后他引用了一本书 叫做《中道的本质》 他提到对于猴子和大象的意识的掌握 一步一步的,以这样的方式 那比如说你的大象想要去走向另外一边 那你必须得要去把一个棍子插到地上 然后把它拴住 那么这个棍子就是你的冥想对境 那这个绳子 就是能够把你的意识带回到你的冥想对境上 那同时呢,你也需要这样一个铁钩子 我们把它叫做笔 大家有见过怎么样去骑大象的吗? 你有这样一个特殊的钩子的 你把它放到他们的非常敏感的耳朵里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非常小的人能够去迫使大象去带他们去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 所以他说,就用这样一个用你智慧的铁钩子 所以赤江仁波切说 我会用那个著名的那本书来自于印度的这本书提到的大象的例子 我会在这个图里面去谈每一部 所以我在这里就不重复 然后他以一首诗作为结束的 他提到那个赞助去印这个木刻画的赞助商 他把这个业力去给到了这个赞助商的父亲 他父亲过世了 OK, and this block print was finished in 1967 它是1967年 它是在这个难民营里边找到的 我知道很多那个难民营里边的人 我认识他们很多人 有很多人是从我的寺院 那99%的人都死了 那剩下的那1% 培训了我,训练了我 OK, here we go I don't know Andiana, will you do it? I'll say number one, then you try to find number one Nor and Rosa can help you 他就是说老师在说一的时候 让他用这个激光笔找到对应的数字在哪里 好,这个叫做 Sem Chokpa 这个木刻画其实是非常不清晰的 所以他让我花费了非常长的时间去搞清楚 它的意思是说 大家有好长好长一段距离要去的 那最后的这个画的最上边才是最终的我们要去到的地方 那这个是第九阶段的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是什么呢? 刚开始去想今天下午的我 你刚刚把你的意识放到冥想对境上 今天早晨我们做了一个特殊的冥想 我们是叫做施与兽 它能够把别人的问题带走给他们幸福 我们学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方法 你能够对自己做的 对于你的未来跟你现在的你是不一样的 我们去给到了那个对于 比如说想要跟老板谈加工资的那个艰难时刻的那个我 我们发送给到他力量 然后我们把好的力量 或者把这样的力量发送给今天下午要去谈的这个人 好,我们再看第二个在哪里 第二个我们跟着一起念 它是指的 我们这个时候就指的牛仔把他的这个套用 用套绳把木标带回来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钩子 在左手有这个绳索 上面有钩子 它是一个金属钩子 所以第二是Tempa 第三是什么呢 这是另外一种骑大象的人用的这种钩子 它代表的是我们的烟雾探测器 所以这个人把意识放到了冥想对境上 然后现在他就要用他的两个工具 要做什么呢 要去骑这个黑色的疯狂的大象 大家猜猜这个是什么 象征了什么 象征了你的意识 它象征了你的意识 它有这两个工具 右手是烟雾探测器 当你开始去想油条的时候 西班牙语 什么是其他东西 Alfa Hor 一种终极的油条 简直说都不能说 为什么我讲这个 然后你就丢掉了你的冥想对境 然后你就开始去讲你的这个墨西哥油条了 明天我会带点 Teresa给我带了点 我明天会带过来点 Teresa给我带了点 我明天会带过来点 所以我们有两个武器 对吗 这就是我们的烟雾探测器 我们把它叫做觉察 那你的意识的一部分 在看着你意识的另外一部分去看着这些问题 如果说你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就要用这个钩子 把这个冥想对境带回来 所以这就是他的两个工具 第一个烟雾探测器 发现所有的问题在意识当中 你丢掉了你的冥想对境了 你开始去想你的墨西哥油条了 这就是烟雾探测器的作用 然后Champer是指的 我刚才才说了什么呢 在我开始谈油条之前 然后你把这个意识再带回来 所以哪一个20美金的问题 他会先用哪一个手 取冥想对境带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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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境带回来 然后才能再带回来的 然后他用他的左手再把它拉回来 好,30美金的问题 30美金的答案 30美金的答案 这是最好的答案 就是给30美金的答案给到20美金的问题 他用的这个西班牙语木鱼饼是很好 应该用perfect是完美 大家可以回到整个这幅图吗 这个路有弯了多少次 1,2,3,大概有5到6次 在冥想当中我们有6力量 我们还没有学到 在每一次转的时候 进入圣摩塔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到一个新的力量 你会获得一个新的力量 所以我们第四 第四点是在哪里 这个可以算是第一个 就是在这个路开始的时候 我们把它算成第一个 所以在这里所发生了什么呢 你的老师在课堂上通过讲说来去教你冥想 通过说 然后这个老师在跟你去讲你冥想的对境是什么 基于这一点 你可以去进入到第一个意识层次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第一个 在这里的九阶段的第一阶段是什么 就是把你的意识放到冥想对境上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老师给到你冥想对境的话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去开始你的冥想 这是在佛教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当中提到的 好,我们第五 它说这个大象是你的意识 我们来看看这个大象 在大象上边 那这个耳朵开始变白了 那在那个上面的 它们整个头都变白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现在黑色 黑色 百分之百的黑色 代表了是什么呢 是代表了我们的昏沉的意识 能够去探测 在冥想当中探测 做出昏沉的非常好的两个方式是什么 第一 你吃很多东西 第二 睡不好 所以如果在这两种情况下 你的冥想 那么你的大象就是黑色的 所以黑色代表了是昏沉 那我们还有一个冥想的细节 我没有提到的 我们可以说是分心 还有这种焦躁 它们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那分心呢 就是说你的意识去到了其他的事物上 比如说油条身上 你去到了这个墨西哥卷上 但是忙碌 这样的一个意识呢 是指着你的这样的一个意识状态 不停地再去想 而这个分心呢实际上是你的意识去到了 集中的去到了一个物体上 所以从技术上来讲 这个猴子是分心 这个猴子是分心 事实上是移到了另外的一个物体上 或者对境上 而我们这里提到的黑色是 黑色是忙碌的意识 或者焦躁的意识 所以这里的猴子 白色大家可以 它是代表了它的头发是从伟大的冥想者上面掉下来了 对吗 今天你的瑜伽让我差点杀了我 我以为你是一个好人 他说 他说 那个人到底是谁啊 他看上去很像 JB 好,第七 第七 对,有七 那在七上边呢 有一些 就好像你上一次把意大利面吊在地板上一样 但是它并不是面条 应该是火的 大大的火焰 那这个代表了呢 就是你必须得要多么努力的去把你的冥想去修正 就是说你得要花多少的努力去修正你的冥想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火焰 当你在向上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小 在冥想当中 在冥想八 二十美金的问题 在冥想第八阶段中 这个火焰有多少 冥想第八阶段 火焰有多少 问题 我们再重复一下 有多少的火焰 他指的就是说 你必须得要去花多少的努力 在冥想的八阶段 第八阶段 你必须得要去花多少的努力 哪有多少钱 那什么地方 你必须得要去花多少的努力 没有火 应该是第九 我觉得他应该是不需要去做任何的事情 因为你可以去维持 我觉得你应该是说了对的 也许吧 因为在最开始的几分钟 在最开始的五到七分钟 你必须得要去跟你的意识做一些抗争 这个火焰是非常小的 然后和第九阶段的这个区别是什么 零美极的问题 没有努力 那眼睛一闭上 那么你立刻就进入到这深度冥想当中 所以我希望当他到了第九阶段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火焰 所以那个也代表了 你必须得要去用这两个工具 你得要多么努力地去用 烟雾探测器 还有这个牛仔的套绳 好,第八 这个叫做 在你的闭关房里面去想一想你的老师 交给你的冥想对境 这个会帮助你进入到 冥想九阶段的第二阶段 记得吗?知道吗? 冥想第二阶段是什么? 你可以把你的意识放在这一串念珠上的时间 这是想一想课程 就想想你上了这个冥想的课程 基于这一点 你可以将你的意识放到整个一串念珠上的时间 不要在冥想的时候持咒 因为你在持咒就已经不在冥想了 但是它的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时间 我们说 这个史丹利决定了是90秒 他大概查了一下梵文的原文 好,我们第九 在这儿还有一个小的藏文的二 它是代表了第二阶段 就是我们提到的念珠 那第八和第九有什么区别? 在这幅图里面 第八 你在想着你的老师在课上教给你些什么 那这个的结果呢 是第九 就是你能够将你的意识持续地放在你的冥想对境上 好,我们做得非常地好 我们九点半结束 非常抱歉 这个墨西哥、Guadalajara 那个时间是十一点半 我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允许 你明天早上可以不用冥想 因为当他们要睡觉的时候就已经是到了午夜了 好,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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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大象 大象 大威德金刚 大象 大威德金刚 这个以色列人才明白 你知道犹太人他是戴着这种特殊的帽子的,对吧? 所以在这里,这个大象这里有这样的一个帽子 所以这个代表了,你的昏沉开始变得好,提升了 就是说你的黑色都已经去除掉了一些 在这种特殊的黑色,开始变得了一点 我在这儿还没教你们 它是叫的 跟着一起念 SAL C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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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明天再继续去讲 在这个作业上也有 SAL CHA SAL CHA 大家听好啊,这段有点难 SAL CHA SAL CHA SAL CHA是指的你的冥想有多么的清晰 你知道 CHA 是这样的一个很难的词,它是代表了这个条件 SAL CHA 所以这块在学习冥想的时候是非常难的 这就是为什么冥想老师在教学的冥想 你要冥想的时候,会说 你一定要自己去试,我没有办法去展示给你 在你内在意识里面试什么 你必须要回到你自己的门币冥房 你必须要去发现我在讲的是什么 这就是BRO VARELA ESTA MAE DATA 你必须要去发现我在讲的是什么 BRO VARELA ESTA MAE DATA 你必须要去去到你加班 你必须要去试,你必须要去试 你必须要去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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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都不给很多的钱,如果他们打不上来的话 有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人总是给我找麻烦 这个清晰在这里,Selcha,这个清晰在冥想当中 它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说你的冥想是非常清晰的,那么我指的是什么 它指的是你可以去很清晰地看到你的冥想对境 当人们去问这个佛陀的这样一个建议,我想要去更进一步了解你的问题是什么 在Selcha的时候,什么变得清晰了 就是冥想的对境,啊不对 谁叫你了,你俩要分这个钱是不是 在这儿有腐败的啊 再跟我说 所以它并不是指的这个冥想对境有多少的清晰,目前为10美金 它是指的你的专注的这个专注的品质有多清晰,啊110了,110美金 在冥想的学习过程中,清晰,那些清晰的,它并不是指今天下午的你,你可以看到你眼睛的颜色,然后你鼻子里面是什么,这些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清晰,大家准备好没有 我在中国看了一场电影,非常有意思 他们的这个爆米花是用糖,就好像在你的披萨上面,一张的全部都是菠萝一样 然后我们去看了电影,然后我的孩子带我去看电影 然后我的孩子带我去看电影 痱狼一,痱狼二,痱狼三,痱狼四,痱狼五 然后每个人都在说话,然后看电影 然后那个男孩子就爱上了女孩子 那男孩子在追女孩子追了很久,大家明白了吗,然后每个人都在吃 然后男孩子和女孩子,也许之间的关系有点紧张 但是最后他们卡在一个衣柜里边了 然后他们看着彼此,然后他们的眼睛就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嘴唇就像这样开始了 如果说你看在这个电影院里面这个时候去看人们的脸的话 那个爆米花在这儿呢 然后每个人就像这样 这个就是清晰 我没有开玩笑,这个就是清晰 这个是什么 意识有的时候在你的冥想对境上 电影爆米花,电影爆米花,电影爆米花 然后这里就是清晰 这个并不是指的电影有多清晰 这个并不是说你的电影有多么的专注 它是指的一个好的冥想的意识 是一个清晰的,快乐的,兴奋的 就是在那个电影的那一刻 大家想知道身体和意识的这样的一个窒息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就是在电影当中的那一刻 就是在电影当中的每个人都是像这样的 除非有一个人是这个电话号召唤 除非有一个人是这个接到电话 就说,喂,喂,喂 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清晰 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清晰 好,NATCHAR 它是指的 你的这个链接 就是你的头在你的枕头上吗? 你的这个冥想在你的冥想对境上吗? 之间有到一个连接吗? 在意识和冥想对境上 它是有在这个冥想对境上吗? NATCHAR 是指的停留 NATCHAR 是指的 它意识停留在冥想对境上有多么的好 或者说 这个我们提到的这个 大卫德金刚 就是说 在大象的头上 我在伊斯里有收到这样的一顶帽子 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我非常喜欢 因为它代表了 它的SELCHA 还有它的NATCHAR 是有在提升的 SELCHA 是有在提升的 这个有在提升 放在冥想对境上有在提升 放在冥想对境上有在提升 什么在减少? 什么在减少? 对,睡眠 明白吗? 是非常棒的一个图 那些在三年大闭关的人 请三年大闭关的人站起来 三年大闭关的人,请站起来 呼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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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得要用他们自己的钱 用他们自己的手去建他们自己的闭关房 他们建成之后就把闭关房捐给了你们 他们建成之后就把闭关房捐给了你们 他们捐了两个房子 他们捐了两个房子 很大,就像三间房一样,大 Lava Durala 我想要去介绍一下她 她生活在以色列 我记得她去到以色列的时候 她是第一个ACI的学生 她非常的孤单 她就开始翻译到ACI的课程 她开始一个人教两个人 现在有多少人了呢? 现在已经有几千人了 然后她已经完成了一万页的翻译 翻译成了希伯来语 她们在以色列在建钻石山 他们会开始一年的金刚秤的闭关 他们完成了所有的金刚秤的课程 在一月份会完成所有的三十六节课程 包括十八节的金刚秤的课程 他们会邀请巴勒斯坦人 大家知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他们之间是有战乱的 已经很多年了 所以在他们的闭关中心 他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会一起 那我想要请大家给她热烈的掌声 所以一半的人是穆斯林 一半的人是犹太人 而他们全部都是ACI人 他们之间的配合是非常好的 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对他们的闭关房去做一个捐赠的话 她不会说不的 然后她明天一早就得要去离开了 她帮我们去组织 去受戒这个女的出嫁人 因为你是需要女的出嫁人来去受戒女的出嫁人 所以大家如果说对于以色列的闭关房感兴趣捐赠的话 大家可以去 我觉得这个对于中东的这个平静和平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跟德罗尔 德罗尔 德罗尔 第一,我们需要五百万的 他们只需要五百万 他们只需要五百万 第二 现在有很多的语言或者文件 这些所有的资料全部都已经翻译成了西伯兰语 那我们中心的一些人已经开始去翻译阿拉伯语了 有把这些佛法翻译成阿拉伯语 谢谢 她其实有非常多的障碍的 从一个学生到几千个学生 她经历了非常多的障碍 那并不容易的 也并不那么顺利的 但是她非常的坚持 她不停地在尝试 那现在呢 在以色列已经成了最大的佛法的团体 所以 并不一定都顺利的 但是你必须得要去坚强 好,Andreana,你准备好了没有? 好,第十二个 第十二个在哪里? 十一没讲,对吧? 好,我们第十一个 第十一个这是什么?在左边看上去像什么? 这是桃树,桃树咖啡 它看上去像一个水果 这个代表了 它其实就是一个油条 它就是一个油条 就是墨西哥卷 那个你非常喜欢的 喜欢的吃的 所以你的冥想是有被打乱的 要么就是这些美丽的水果 或者美丽的油条 或者是好吃的墨西哥卷 那今天 我今天晚上吃到的哈索做的吗? 是哈索做的吗? 你不要想的去当老师了 你应该当一个厨师 好,两者都当 所以这就是代表了所有的这些分心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 这两个就像 这个代表了Jimmy Hendrix 这个代表了Jimmy Hendrix 这就是西班牙的这个 这就是西班牙的这个 啊,就是西班牙 就是Spotify 是像我们的这个 小米,不是,虾米音乐一样 这个就是代表了声音 那刚才的这个水果代表了是 我们有几个感官啊 我们有主要五个感官 五个这个物质的 那这个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 味觉 然后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 听觉 还有前边上边那个是镜子 镜子就是我们的视觉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这样的代表 应该也有触觉 应该也有嗅觉 好,这个是指的丝绸 他说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 这个味觉跟触觉是相关联的 好,我们再来找一找 剩下的两个感官是什么 在哪里 他说这儿有花 哦,我看 他说这儿有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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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的感官的对象 当你被分散注意力之后 你的意识就会到这样的一些物体上 好,我们再进入到第十二个 那就是把意识带回到目标 带回到冥想的对境上 那这里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猴子在用它的烟雾探测器和牛仔的套绳 所以第十三个 这个就是说我们去打上补丁 把这个间距去打上补丁 我们提到了第三个阶段 就是你把这个意识快速地带回来 然后把这个补丁打上 好,第十四个 哦,这儿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人 是一个兔子 他骑在大象的身上 黑色的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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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耳朵的 这个代表了 在冥想当中完全的这个 大家看啊,这样你的身体是非常好的 所有人都想给你拍个照 你在冥想当中看上去这么好 但事实上你什么都没有在想 就是没有任何的冥想对境 这个是精微的昏沉 大的昏沉 这个非常容易去发现 你在打呼噜 如果说你在打呼噜的话 那么你就是大的昏沉 但是这一个 然后什么都没有在想 这个是非常难的 因为他感觉上像是冥想 所以他在这儿加了一个兔子 这个就是精微的昏沉 好,现在 在大象前边的这个猴子 就是在向后看 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头向后看 这也许是安妮桐的瑜伽体式 这个代表了 你能够去抓住你的意识 一旦它远离你的冥想对境上边的话 你就可以抓住这个意识 然后你可以把它带回来 就像这样一样 你可以 非常好的翻译 Kaivi,你可以帮我们吗? Kaivi,你可以帮我们吗? Chan Gito? Chan Gito? Chan Gito Kaivi,可以帮我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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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猴子 在记者,他应该做什么 所以他的脸变得白了 通常这个黑色的猴子代表了焦躁的意识 但是现在他看向后边,看着冥想 我也许应该再回到冥想的对境上 好,我们再进入到16 大家可以去猜第九阶段是哪一阶段 你在插着这个冥想的对境 你的冥想的质量好吗? 不不不,不好,但是我不会丢掉我的冥想对境的 我一直在抓着这个未来的我今天下午的我 你在电影当中是这样的吗? 你会像电影当中的这个呢? 这个是明亮的清晰的开心的吗? 这是一场战争,我在紧紧地抓着我的这样的一个冥想对境 油条,不要油条,不要油条 不要甜甜圈 我在紧紧地抓着这样的一个冥想对境 那感觉并不是很好玩的 但是是进一步的进步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第16 大家可以看到在一个小的藏西藏的这种帐篷 这个翻译大家知道 就是说你在放这个数字的时候 你会在上边加一个帐篷 然后在里边去放这个数字 好,我们进入到第几个 好,我们进入到第17 好,我们进入到第17 它指的你的烟雾探测器是非常的好 这里是指的你的烟雾探测器是非常的好 是非常非常的好 第18个 大家可以看到猴子有在提升 这个数字应该是跟猴子相关的 它现在身体已经一半是白色的了 它指的是你的意识没有在 油荡在其他的物体上 那在之后的话你就不会有任何的丢失掉冥想对劲的问题了 那在之后的话你就不会有任何的丢失掉冥想对劲的问题了 好,第19 我和凯瑞也是非常开心的 好,我们来看第19在哪里 第19是什么?是一个猴子在树上吗? 它是一个猴子在树上吗? 它是一个猴子在试图购这个水果 这个跟生命之轮是非常像的 那生命之轮它跟生命之轮第几期段是相像的呢? 这个在购树上的水果的这个猴子是有特殊的含义的 那对于你们大家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注意到那个钻石的戒指 那个一千美金的钻石戒指 一万美金的戒指 那苏干就把这个戒指放在这儿 三天,你知道我是钻石行业来的 然后我就记住 那我就想起来说,谁在这儿啊? 这是整个世界上能够把钻石戒指留在这儿 最安全的一群人 因为这群人,他们是这么的厉害,这么的酷 他们甚至会把第二个钻石戒指放进去 那我知道你会再给我放一颗钻石戒指的 所以,在这个房间里面的这群人 你们已经是非常好的人了 有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 那些已经是非常好的人 他想要让我去教他们怎么变得更好 但是事实上,他们比我 他们本身已经是比我更好的 所以你们的问题是 并不是说你们会去做糟糕的事情 你们会去拖掉这个钻石戒指 你们的问题是 你们有太多的好的事情想要去做的 你不知道哪一个是更好的事情 这个就是你们的问题,是吗? 然后我们试着去做所有的事情 不要去开始另外一个更好的项目 而是说做你现在的好的项目,把它们运营好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对于我们好的行为去做一个优先排序 哪一个更好的行为比其他的好的行为更重要 在冥想当中 在你的冥想进展的一半的过程 它就变成了这样一个障碍 能够去进入到 尤其是在你的同一个冥想当中 想要去达到第二个更好的目标的话 就变成了一种障碍 比如说你在对于你的未来的迈克去做这样一个事与兽 然后你就开始去想,我想要去对我在的这个房间去做一个空性的冥想 那这是一个好的业力 但是在吃与兽的这个冥想的过程当中 这是一个糟糕的业力 因为它是一个分心 因为你在去伤害你的冥想 选择一个冥想对境 在你冥想开始的时候 中间不要去换掉你的冥想对境 也许你就会想,哦,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那事实上是真的,它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如果你把冥想去分担在两个上面 它就已经不再是单点赞助了 好,50美金,50美金 那非常著名的藏文 如果说你要跟我说,你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我要听你的藏文的回答的 你要给我50美金吗? 好,好,我们取消这样的 Alison,小平想要去试一试 等一等,谁吃的呢? Pao,过来 Lom san jokpa chikpa? No? Lom san jokpa chikpa?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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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Lom san jokpa chikpa? What's your try? Nice A needle with two points You can't sow anything 一个针,如果说它有两个针眼的话 如果有两个针头的话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缝任何的东西 如果说你选择在冥想开始之前选择一个冥想对象的话 那么不要半中间去换你的冥想对境 即使是它看上去非常的酷 即使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当然你们这些人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很好的 所以去选择一个最重要的 如果说你有选择的困难的话 那么你的老师永远都是最好的这个冥想对境 句号 你的父母 在学校里面教你的老师 你的教堂里的牧师 或者说在清真寺里面你的医马 如果说你不确定的话 什么东西是好的话 那么就回到你的老师身上 这就是最大的业力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图当中 我看的不是很清楚 就是说这个猴子可能在试着去 去抓第二个果实 你必须得要去经历这个跳过 穿过这样的一个阶段 你知道这个也许墨西哥的人 他们想要去冰箱里面去拿点东西 我们现场的人需要一些 还是大家直接 直接讲完 大家想要去上厕所的 还是想直接的 想直接的 想上厕所的举手 十分钟的休息 好,我们回到大象上 好,我们到了第几个了 到了第二十个了 我们在二十上 是有关于阴文探测器的 这是他的右手 对吗? 对吗? 而且他的这个进展不错 甚至是没有任何的分散注意力 所以哪一个动物变成了白色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猴子变成白色 猴子 猴子 没有太多的努力 我们这里看到火焰是非常小的 它不需要太多的努力在这个冥想当中 好,我们第二十个是我们 我还有一个没有教过大家的一点 我们把它叫做 SENG TU PA SENG TU PA 它感觉到非常沉重 忘掉这个电影 就好像在看一场很糟糕的电影一样 SENG TU PA'I MA LA PA'I LUC 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 在我们的内在能够做什么 能让我们的意识变得更明亮起来 然后他们就说 你要去想一个你爱的人 你爱的一个人 自然的你的意识呢 也就是包含你的姿势 你的姿势要像这样 Veronica 哦,Veronica 然后 在你的内在 提升你的意识 想一想 你的父母对你非常地好 而这个是对于 這個是對於在冥想當中感覺到一些沉重或悲傷的解藥 好,嗯,我想改了一些東西,等一下 對,沒有,好的 有人告訴我說在第五階段,控制你的意識的時候發生什麼呢? 我不記得我說過啥了 好,我們第九 意識,控制意識階段 九階段的控制意識階段 OK, here it is 好,沒有大的昏沉 我們在這個圖裡 第21 第21 沒有大的昏沉 這個大象應該是全白的 對嗎? 對嗎? 哦,好,對 你仍然有柔軟的昏沉 還有這種驚微的昏沉 還有這種驚微的昏沉 好,我們 第21 我猜不太確定是指前面的大象還是後面的大象 就是一半的昏沉,明顯的昏沉已經沒有了 這種驚微的昏沉還在 22 22 代表了 意識當中的平靜 第22 代表了 還是屁股 還是黑色的屁股 但是並不是大的問題 好,好,好 好 23 23 到底有什麼? 它應該是你在你的冥想當中很努力 你願意去做那些努力能夠讓這個冥想變得更完美 經常情況下,我們在佛教當中 當障礙變得越來越小的時候 它其實需要更大的努力能夠去殺掉,去除掉這個障礙 就比如說去除很明顯的昏沉的話 其實是不會花太多努力的 但是精微的昏沉是需要很大的努力 你需要很大的專注 不停地在這個上面下功夫 那最後的10%的精神上的進展通常會花費90%的時間 或者說靈性的進展 其實我在這兒沒有看到它像是花了很大的努力的樣子 對,這是一個轉彎 你是對的,史丹利班杜是對的 好 24 那24 意識就變得完全地平靜 你可以看到他的解釋也變得更長了 他說,在這裡是沒有精微的昏沉 而且沒有精微的焦躁 20美金 Vivian,你們不想試試賺賺錢嗎? 廣州 沒有精微的焦躁意識 沒有精微的焦躁意識 什麼是精微的焦躁意識 什麼是精微的焦躁意識 誰可以幫她可以獲得十美金呢? 你的意識沒有焦躁也沒有昏沉 然後是處在一種很平靜的狀態下 但是有一點點的細微的昏沉 我想要知道什麼是精微的焦躁意識 他的感受是什麼? 是在那個冰的下邊冒出來 對的,冰和水是對的 你知道了 在這個冰下邊的水 這是16美金的答案 所以24 沒有精微的焦躁意識 誰是白的? 這個猴子是白的 我們清除掉那個焦躁意識 即使是這個精微的焦躁意識 即使是這個精微的焦躁意識 在這裡的雕刻說 即使是出現一刻 那麼你仍然得需要不停地去想 你要去做一些事情 就像這樣一樣 就像這樣一聲 就是沒有大的爭吵 就這麼一聲 就已經把它從意識當中剔除了 到這裡 你的冥想是非常強有力的 這是九階段當中的第七階段嗎? 即使是你開始去感受到 你將會去想你要做的那些事情的時候 你也可以這麼樣 噗 然後它就走掉了 所以25 他的解釋變得很長 大家可以看到 大象呢 失去了全部的黑色 大象呢 失去了全部的黑色 那麼猴子呢? 那猴子呢? 那猴子也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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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點累了 所以說錯了 所以那個 尼姑 非常難 就是這個男的出家人和尚 十分鐘就搞定這個授戒儀式了 但是女的尼姑花了很長時間 這就是為什麼這個尼姑要保持他們的戒律 而這個和尚不遵守他們的戒律 所以 很重要的就是說 在這裡這個猴子已經不在圖片中出現了 你開始去看到了 保持了這種單點尊重 那去修正所有的問題 基本上就是自動的,自發的 當然還沒有完全達到這種自動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第八階段 也就是我們在這裡的第26個 他已經 這個和尚已經有了單點專注 他已經直接的專注到這個冥想對境上 那在之前的幾分鐘的努力之後 OK,Number 27 27 他指到就是說 這個 也就是這個彎曲點 就是這個27 它是指的能夠去對冥想 習慣於冥想 你可以去看到他們的 經常做瑜伽的人 他們的瑜伽墊子是髒的 而且已經是被磨的 磨損了的 所以在你來到這個 在你來到鑽石山做閉關的時候 把你的這個瑜伽墊 從這個新的瑜伽墊 換成舊的瑜伽墊 我損成這個樣子了 我要給你一個新的了 OK,你明白了 所以27 代表了 他和他的這個冥想做電視好朋友了 他們每天都一起見面 他有一個很好的很強的習慣 那第9 這是第28個 最終的,他終於看上去在冥想了 已經不再到處亂走了 他已經不再需要他的這個鉤子了 如果說沒有壞的話就不要去修理 他已經不再需要這兩個工具了 他已經可以去 當然不要過度使用 OK 現在 28 應該是最好的這樣的一個階段 這就是第9階段 應該是我們要結束了 不,現在你還要進一步進入到奢摩他 奢摩他 奢摩他是第29 我們把它叫做奢摩他 他現在在控制著他的意識 大家可以看到他在這個大象上騎著 他騎著他的意識 奢摩他是指的 奢摩他是指的 我們在無色界前面的屬於這一部分 他在這個地方 奢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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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奢摩他 奢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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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里,就是在圣摩塔这个阶段会有两个事情发生 第一就是说,这个身体感觉到非常的不可思议 就好像是一块棉花一样,一块软棉花一样 你的身体非常的舒适,这是三十 就好像你在天空当中飞着一样,你感觉到你可以在天空当中飞翔 当你坐在你的冥想,坐垫上,坐一个小时的时候 就感觉你在获得,从这个按摩师那里获得很好的按摩一样 那我的瑜伽老师,她在教我和其他的按摩 学生在教怎么样正位 她是一个非常棒的瑜伽达师 大家在太阴当中有见过她 然后她就这样做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 你如果是做头道力的话,就立刻感觉到 就好像在吃冰淇淋一样 扭扭我的肩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和尚就在感觉到说 他在飞翔,就是说在身体上处于这样一个射魔 他的一个境界的话,就是感觉非常的好 那第31个,我们是属于这种,30是属于身体上的冥想的愉悦感 那31是属于意识的冥想的愉悦感 就是在你,当你到达射魔他,皮泡舌那的阶段 就是剧烈的身体上和意识上的这样的愉悦感 第32,就是皮泡舌那和射魔他结合在一起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这个火焰的刀 也就是说直剑空性 你可以切断这个生命之轮的轮回 也就是说生命的轮回的第一个 所以这个剑是对于生命之轮的解药 33,哦,所以比这个更好的是什么呢? 33,就是它变成了一种生活的方式 直剑空性开始对你的生命有到影响 在厨房里 立刻你就记起来了 当这个老公在说你这个唇 然后立刻你就意识到说 啊,我忘了,我对孩子大喊大叫过 你老公刚开始在讲的时候 然后你已经就开始去想 你不应该对孩子大喊大叫了 所以你的皮的力量是非常完美的 这个就是说在进入到这个 这个是我们到这个加行道 那我们在哪里可以 我们在一分钟的时间之内 我会停下来 在什么时候你能够进入到剑道 在坐垫上 在冥想当中 那顺便提一下 那有一个学派呢,说 所有的 就是每一道的这些连接 全部都是通过冥想完成的 你没有办法从阶底到阶底 你必须得要去经 就是全部都是通过冥想 阶底阶底,波罗阶底 全部都是通过冥想来去连接两个阶段的 你必须得要在这个冥想的状态 这个冥想就是像这样的一个阶梯 所以对于我来说 这个最后的这个火焰还是有到一些努力的 这个就是第四道 我们修道 就是用你直接在空境当中见到的 用在哪里呢 我还准备给你一百美金 但是大家都已经说了 非常美的答案 就是免费的答案 就是我想在这里停下来 我还没有完整的 25年的时间里 没有完整地教过任何人这整个的图 所以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正确地去向他人教授 那在接下来的一天到两天 我会给到大家所有的整个这幅图的翻译 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地做一些修正 改进 就是他没有提到在每一个九个阶段当中 到底在发生了什么 所以我会在这个备注上面 我会增加 所以大家可以读出来说 这个是我后来增加的 但是他直接说了一个 比如说他提到了控制意识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控制意识是什么 所以我想要去从其他的这个作业当中 增加一点被注 就是在这九个阶段 这个名词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Ana Yi? Are you ready? Ana Yi? Let's go Bhukhi Jyushin Metodha Lirabhinshi Ninde Yabhati Sange Shindhu Nite Uwani Dhoku Namda Shina Chupasho I Nang Guru Namda Gunde Yatayami Dhikhe Wokun Sanam Yeshe Tso Tso Shi Sanam Yeshe Le Choe Dhan Ba Kani Tso Pashok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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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 quas 谢谢大家